欢迎来到成星娱乐生活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杨幂能捧红一个迪丽热巴 就能捧红第二个闹解约的人真没眼光 在被流量和热度加持的娱乐圈 一个演员能走多远 踏踏实实演戏的演员 会因自身缺少流量和热度的不到好的角色 好的机会 而流量明星也时刻处在被下一个流量明星取代的危机中 因为热度并不是永久不变的 演员是有一个时刻处在危机中的职位 甚至有被临时换脚的可能 降低危机感的重要方法就是要有话语权 所以很多演员在走红之后 就会迅速增加一个身份 就是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将资源整合在自己手里 有话语权的演员说话办事才应起 这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杨幂 杨幂作为演员 他手握郭湘 王昭君 秦川 白浅 这些耳熟能详的角色 可他更成功的身份不是演员 而是老板 作为老板 杨幂真的做到的有蛋糕 一起吃 比起那些只能自己做红花 别人做绿叶的老板 简直是好太多了 对旗下艺人 杨幂一点都不抠门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也是杨幂作为老板的代表作 千里马一得 伯乐难寻 万年不活体质的高伟光 幸亏遇到了杨幂 杨幂就曾一语说中高伟光 万年不活的原因 就是高伟光太真实 说白了 这样人 不会迂回 更不可能左右逢源 在毫无背景的情况下 这样的高伟光 很难在娱乐圈混出成绩来 毕竟 在娱乐圈打拼 有演技是必须的 但是不是唯一的 要有人脉 有资源 而人脉和资源的广泛与否 就跟一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而这一点是高伟光的劣势 好在高伟光遇到了杨幂 这个更看重他的演技的伯乐 他给了高伟光东华帝君一脚 高伟光大火 想想看 如果不是杨幂会演石珠 高伟光还不知道 要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久 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除了高伟光 杨幂还是迪丽热巴的伯乐 毫不客气地讲 迪丽热巴能有今天的成就 就是老板杨幂的功劳 不是说迪丽热巴不优秀 而是女演员的黄金期 就那么几年 过了就没了 而杨幂刚好就在迪丽热巴的演员黄金期中 狠狠地推了她一把 把她推进了90后小花的行列 成了精英女神 在人气 流量 热度 知名度 代表座上 迪丽热巴不输任何一位同龄演员 如果没有老板杨幂 纵使迪丽热巴有美貌 有实力 也要在娱乐圈中多成绩几年 可杨幂的本事就在于大大缩短了这段成绩期 让迪丽热巴迅速走红 坦白说 如果当年杨幂没有选择迪丽热巴 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个女孩 那杨幂也有把另外一个女孩捧红的本事 有杨幂在 迪丽热巴未来的路就不会差 而这也是杨幂迪丽热巴仪式合作愉快的原因 有合作愉快的 就有闹上别扭的 还记得漂亮的李慧珍里的夏侨吗 李希瑞演的 当时李希瑞也是杨幂旗下艺人 能得到这个角色 自然是杨幂是相助的结果 眼见着自己要红起来了 就了不起了 就要解约 怎么就不想想 自己是怎么得到这个角色的 如果不是老板杨幂 恐怕他只能在剧中打个酱油了 还能有台词吗 当时是和平解约 没有闹得满城风雨 但解约之后呢 李希瑞这个名字先少 再出现在影视剧中 想用自己的规划闯娱乐圈的李希瑞显然 没有掀起太大的烂花 毕竟 童兴出身的杨幂 在娱乐圈混迹了二十多年 很清楚该怎么下一盘 让人走红的棋局 李希瑞和杨幂姐约是有失考量的 杨幂选演员的眼光够独 但是看人的眼光不够狠 总是看差了 李希瑞之后 又有一个人要跟杨幂姐约 这个人叫王一飞 说名字想不起来 香蜜中的鸟族穗和总还记得吧 鸟族穗和在剧中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和男女主都有对手戏 这个角色让王一飞有了一点点名气 本可以借着这个趋势 网红这个方向努力时 王一飞却也要和杨幂解约 非得和老东家分道扬镳 但是 不管是李希瑞 还是王一飞 作为一个刚进入娱乐圈的新人 在刚冒头的时候 就和给自己机会的东家解约 究竟是不是明智之举 当年 作为新人入圈的两人 尚能因为老板杨幂得到不错的角色 可解约之后两人都没了踪迹 他们还会有红起来的机会吗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 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